3天晚上 媒體突然爆出資深DJ鄭啟泰出世 中年56歲的消息 據報導鄭啟泰2天晚上突然出現輻射 腳抽筋症狀 第二天早上突然在家中暈倒 並立即送到律敦至醫院搶救 入住心設治療部後陷入昏迷狀態 延至下午4時搶救無效離世 離開時父母、家人、同事、朋友、舊同學一直陪伴在側 及後新城電台發出通告證實死訊 消息出來後 震驚了很多網友 要知道一日時他剛剛與女友求婚成功 工作時馬俊偉還擁抱歡迎祝賀他 媒體也在二日慶賀了此事 沒想到才過了一天 喜事竟然變成了喪事 鄭啟泰是香港廣播及電視節目主持人、唱片騎師、演員及私儀 畢業於溫沙大學 曾修讀兩個學位 轉理系及工商管理系學士 TVB語用惡人鄭樹峰是他的同兄 鄭啟泰早年在九龍樂民新村長大 當時原來鄭醫健 曾航生是他留上樓下的鄰居 直到中五畢業 他才搬去了加拿大 早年他從加拿大回港後 曾在香港最大的紙廠份公司當翻譯文員 後自戰到香港商業電台 主持了一節從音樂開始 《開心看天下》等多個節目 並慢慢晉升為高級監製 1995年起 他開始為有線電視主持節目 及為多個電視廣告作旁白 四年後 他轉至新城娛樂台任職 贈擔任該台執行監製及主持 主代了開心大鬧鐘、生活好過度等節目 2007年至2012年 他轉去亞視做節目報幕及旁白 亦曾為亞洲電視藝員訓練班作導師 從2010年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開始 他一直為頒獎典禮擔任現場報幕員 他的聲音也成為很多喜歡港台節目粉絲的經典回憶 2017年 他加入無線電視台 除電視外 還擔任多項晚會司儀 並到許多大企業訓練員工溝通技巧及語言運用 除了主持外 他還接演電視劇 在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果欄中的江湖大嫂、多功能老婆、智能愛人、美麗戰場 超能試者等近40套劇集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雖然角色大多視客傳居多 不過曝光率相當高 去年葉播的新聞女王 他就在裏面飾演盧展廷一角 對於自己的感情是他也從不被懷 鄭啟泰爭於90年代與同事DJ兼演員的黎海珊結婚 婚姻僅維持5年變結束 鄭啟泰爭受訪時表示 結婚時年僅26歲 與黎海珊遊認識、拍拖 同居到加拿大秘密結婚 此事半年之間的事 但因太年輕 未見識過花花世界 驚不起誘惑 中恩出軌與前妻分開 他透露 當時用第三者填補好其心 以及尋找自由、離婚的決定恨不成熟 他和第三者的感情 有沒堅持多久就分開了 後來他陸續交往過幾個女友 每一個都市交往了幾年才分手 還與其中一個女友有了一個女兒 面對過去的感情問題 他坦然自己以前試過壞男孩 有能力後就花心 還一腳踏兩船 傷了幾個前任的心 導致感情難以補救 他雪出自己的經歷 也是希望別人不要學他 珍惜真正愛自己的女子 2010年 在事業低潮期 他遇到了黃硬茲 黃硬茲是前香港滾軸撩兵運動員 增代表香港比賽 長達11年 黃硬茲的最佳成績 為亞洲錦標賽500米戴5名 全國速度輪滑5000米積分淘汰塞亞軍 與黃硬茲相識並相戀後 鄭啟太自然改調了花心的聖旨 兩人一同相戀了11年 黃硬茲對他女兒試約幾出 女兒對黃硬茲也肯是喜歡 2023年10月23日 鄭啟太突然於社交平台宣布 以辭去申請電台的工作 但時隔3個月 他收到當時剛上任的 首席營運總監馬俊偉的邀請 而決定回巢 就在他回巢的同一天 他承認向女友黃硬茲求婚成功 現在已經在著手準備婚禮 受女友影響 他積極鍛鍊身體 去世前三天 還在社交平台上 曬了自己舉重的照片 雖然惡狗 但也力證自己身體很好 而他奔於今個月13日 即將迎來57歲生日 在很多人猜測 他會不會在生日那天舉辦婚禮時 沒想到等來的竟然是他的死訊 消息出來後 他的未婚妻再回應 稱事發態突然 他到現在都無法接受 目前還不知道具體的死因 只能等醫生進行檢查通知 晚上 想黃硬茲在社交平台曬了多個與鄭啟泰的合照 以及公開求婚成功的照片 表達自己的不捨和思念 鄭啟泰的前妻也表示 自己早已不怨恨前夫 只會記住鄭啟泰最美好一刻 並指兩人當日的怨恨已微不足道 兩人去年還在傳媒酒會上見面聊天 他還太前夫抱不平 覺得前夫被電台虧待 2月13日本 仍是鄭啟泰57歲的生日 如今卻隻剩下了嘆息與遺憾 同樣令人滿色的 還有2月3日消探此盡的何國榮 在TVB所有當了一輩子配過的金草演員女 何國榮都是最有辨識度的一個 沒有之一 她是港劇女出鏡率最高的御用鬼佬 村門演外籍警督 幾乎每部經典刑徵破案劇女都有她 TVB出身的大牌 幾乎人官和何國榮有合作 影壇帶牌也合作過一圈 看起來好象很風光 但有些人滿聲發大財 沒走紅過也賺到盆滿撥滿 有些人好象機會多多 形象入屋卻名利全無 何國榮就是後者 TVB帶給她的知名度 沒能有效轉化為收入和資源 在TVB演了20多年戲 拍了兩百多部劇 比任何主角都多 工作時間長工作量大 但拿到的 只視龍套的微薄身水 月薪不到一萬 再串土穿黃金的香港 很難維持生計 參演過十來部香港電影 以及舞台劇等等 但拿到的也都是龍套的 揭補不了多少生活 尤其隨著香港市場的落幕沉寂 何國榮這種演員 維持生活比普通人都要加難 2008年約滿離開TVB後 何國榮加盟了笑事 港劇一直有拍 還參演了飛虎衫 此外也開始陸續接點別的工作 演員這條路對她來說 滿足感有 但收入完全跟不上 好在感情生活是原本的 來香港時環末入行 就認識了妻子巴尼何國榮 對她一見鍾情緊追不捨 用執著和誠意打動了 原本不同意婚事的惡婦 89年和妻子修成正果組建了家庭 婚後何國榮做到了一百份丈夫 妻子有心臟病 夫妻倆就約定不生孩子 健康第一 丁克30年相伴至今 感情始終如一 夫妻倆把愛心 都現給了流浪動物 一起修養了13隻流浪狗 把每個無孩子都當親生孩子對待 可惜好人沒好命 2017年開始 何國榮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打擊 以至於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 先是經歷了5年抑鬱症折磨 差點輕生 2017年又確診癌症 幻想了肌底細胞癌 同時又因為生律不齊做了兩次手術 還被胃酸倒流等病折磨 演員致病目前這種事 在內如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在香港尤其TVB很常見 幾場大病下來 他欠下了幾十萬債務 並從此過上了辛苦還債生活 禍不登行的事 愛犬也得了重病 因為不忍心 何國榮夫婦徒空積蓄為狗告治病 甚至不惜背債 人生已經慘成這樣 命運卻還是沒放過他 去年年底 一場惡運再到襲來 相伴三十多年的妻子 報你突然因病去世 這次打擊 撤帶擊誇了何國榮 妻子去世後 讓原本不管怎麼坎坷 都微笑面對的何國榮 從此一決不振 便得判若兩人 他失去了和病魔作戰的鬥志 也失去了對生活的憧憬 有人的關心慰問 他也都不回覆 到次避世幾個月後 在三天晚上 何國榮選擇自殺告別人勢 這場自殺悲劇讓人感觸複雜 任何人的離開都讓人傷感 覺得生命總應該再堅持一下多珍惜一點 可在何國榮身上 這話想說又說不出口 人生對他來說確實太苦了 被病痛癡磨半生 不僅自己過得痛苦 罪愛的妻子和寵物 也都留不住相繼離開 多活一天對他而言 可能也是多癡磨一天 我想樂觀於他肯定 也有努力自我拯救救叔叔 只是還是失敗了 在差不多一個月前 港姐黎淑然與TVB前主播柳俊剛 也是接連燒炭自殺 引起全城熱議 沒想到離過年不到一周 又仍然如此惡號 其實在興生之前 仍能看到他們再努力 傳達一些積極和正向的價值觀 只是有時候崩潰 只在一年之間 他們只是累了 興生不是他們懦弱妥協的結果 只是剛好在那一瞬間 他們求生的力氣和以致好調了 最後誓者已去 希望親友能接愛